然后咱们来上课 继续的话 咱们把对列来实现一下 那对列呢 咱们从按照跟站一样的方式 定义一个对列的文件 我们比如说就叫做quake.py 然后紧接着来定义对列这个类 然后对列的话 看一下 我们在对列当中呢 起的名词就叫做quake 对于对列来说的话 你去取的那个端 我们把它叫做对头 你往里面添加的那一端 我们叫做对尾 好 然后我们来去定义 看一下 关于对列 我们要实现哪些操作 在对列当中呢 是构造的一个 这是构造函数 再往后 inquake代表的是进入对列 入对 然后dequake代表的是出对 再往后 判空和长度 也就是说这几个 这四个是需要我们去实现的 我们拿过来 下的 出对 出对 好 返回对列的大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四个函数是需要咱们去实现的 那在实现之前 我们同样的 是不是得有一个构造函数 这构造函数应该跟站是一样的吧 我们应该首先把对列最终保存的数据保存到哪 把这个容器应该先初始化出来 对吧 所以我们放到它的构造函数当中 那在构造函数当中 这时候对列 对于它真实的存储 我们同样可以去使用顺序表 也可以去使用链表 那在这里面呢 咱们就直接使用顺序表 节省一下时间 你上来在构造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需要去构造一个list 一个空的列表 用来保存对列的数据 然后紧接着 看一下 inquick代表的是入对列吧 入对列的话 那这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 在任意端去入都可以吧 所以我们还要按照 刚才站的方式 给这个list的 末尾和pen的对加 那 dquick代表的是出对吧 如果我在对尾 也就是说在这个list的尾部 去添加元素 那我出对列的话 就必须从list的头部 往外弹吧 对吧 那在头部弹的话 应该指的是pop0吧 对吧 那现在再想 回过头来再想 在站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说了 你在去使用顺序表的时候 为了达到时间复杂度最低 应该去选择 这个在顺序表的尾部 去添加和出对 出站吧 那至于对列来说 我在头部 添加跟在尾部添加的话 看一下 我现在是在尾部添加 在头部去弹 那在尾部添加的时间复杂度 是多少 O1 那在头部去弹呢 O1吧 那相反的 我现在如果self.l list 两个下滑线 list.insert 如果在头部去添加 在头部添加 我就应该在尾部去弹吧 在尾部去出 那self.talk 那你这时候看 使用顺序表的话 你无论是在哪边添加 那总有出对入对当中 会有一个是O1 有另外的一个是O1吧 对吧 好 那这时候要做的是什么呢 你到底是选用从尾部添加 还是用在头部添加 就要看你最终再去使用这个队列的时候 你经常做的操作是出对 还是说经常做的操作是入对 如果哪个 你如果你的出对的出对 这个操作执行的频率 要比入对大的多 那你这时候想 那我是不是对于出对来说 应该减少它的时间复杂度 对吧 减少它的时间复杂度 那我就应该是让它从尾部去添加 去弹出吧 那也就意味着我在入对的时候 就得选择从头部去添加元素 对吧 如果说你在使用对列的过程当中 你经常性的操作是不断的往对列当中 去添加数据 而取的时候 这个操作比较少 那你想 这时候我就应该去减少入对的这个时间复杂度吧 所以那这时候我就应该使用列表的尾部去去追加元素了 这根据你具体的应用的时候 到底哪个操作频繁你要去选择了 然后紧接着探空呢 判空跟刚才咱们写的这个方式是一样的吧 对吧 它是不是一个空列表 然后紧接着大小的话应该跟占也是一样的方式 return length sive.r杠杠立小 对吧 好 那这时候关于对列咱们也就是吧 写完了 测试的拿过来 有优异 然后这时候再看 操作的就要改变了 27行到30行 push 调整为in 底下的31到34 hop调整为b这个 好 这时候咱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我在入对的时候是按照1234去入的 那我取出来的也应该是按照1234去取吧 这就是对列的一个特征 然后说完这普通对列之后 咱们来看一下 对于对列实际上是有一种扩展的 叫做双端对列 那双端对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双端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两端都可读 都可取 也就是说都可以入对列 也可以去出对列 那这时候来看的话 这是双端对列的一个图表表示 那你想 如果说对于双端对列 我只考虑它异端的情况 不去考虑右边这个情况 看一下 如果说对于这个双端对列 此时我只考虑一端 那你想 对于这一端 它表现出来的特性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就占呢 对吧 我给它放到 另外一端 在另外一端考虑的时候 它也是占的特性吧 也就是双端对列 它实际上相当于两个站底部合到一起的吧 然后紧接着看一下 那对于双端对列来说 我们要去实现哪个东西呢 一个是从对列的头部去增加 那也就意味着相应的有一个在对列的尾部提前元素吧 同样的 remove操作 也就是出对列 也有从头部去出 从尾部去出 然后还有它的探空和这个长度 那这时候这几个方法 我们来把它实现一下 双端对列 D quick Youtube class D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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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对列的这些代码拿过来 把对列的代码拿过来 放到双端对列当中 看一下 对于构造函数来说 我现在仍然需要有一个存储区 所以还是使用顺序表 least 紧接着 对于双端对列来说 它就有两个方法 添加元素的时候 一个是在头部 add front 在头部添加 那在头部添加的话 这时候我们为了理解比较方便 是不可以直接写的是insert 从零 从列表的头部去添加 对吧 然后那有头部也就有尾部 这么新的 add real 在尾部添加 在尾部添加的话 这时候我就应该用的是append了吧 好 那你说 我在头部添加的时候 可不可以是使用append呢 可以吧 也就是说 对于双端对列 你所说的这个头 跟我里面使用的这个列表的这个头 实际上没有一定的关系吧 就看你自己怎么去对应了 现在按我这样去听的 列表的头就是双端对列的头 那我添加它的时候 就应该往列表的头部去添加 然后紧接着取的时候 也有同样的东西 pop从头部去取 从头部去取 也就意味着 我现在是把列表的头 当做双端对列的头了吧 那取是不是得pop零 那在尾部呢 在尾部去取的话 那也就应该是 现在双端的尾部 我认为是列表的尾部吧 那取也应该是直接pop 就从尾部取出来吧 然后紧接着 探空和返回大小 是不是都相同的 所以那这时候测试的话 咱们就不再测试了 这就是关于这个站 对列 还有双端对列的一个